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血流老人的论语讲迹 魏林公篇第15章 只曰 公字后而博择于人 则远远远 只曰 公字后而博择于人 则远远远远 公字后而博择于人 有两种解释 都合理 可以双重 血流老人讲这一句 公字后而博择于人 这个注解有两种解释 也都合理 这两方面我们都可以依重 公自己本身 字后的后指什么 可以看下文 博择于人 后也就是择 按文理 一个择字就行了 这个直辈的择 这个一个字 择 就可以了 意思是对自己要从后处 直辈 对别人从薄处 直辈 也就是说 我们直辈自己 要直辈重一点 对别人 直辈 轻一点 这个别人有十分的错 责备他一分 自己有一分的错 责备十分 那就后了 那这样别人啊 他就没有怨远了 我们 都是责备自己啊 比较重 孔子佛也有人怨 孔子跟佛 一个世间圣人 一个初世间圣人 那有没有人怨恨他们呢 还是有 没有不招怨难的 你看这个 释迦摩尼佛 那提婆达多 就很怨恨他呢 想尽办法 要把他害死 孔子也是一样 也是有人要 害他 所以这个 四处世间圣人啊 在我们这个 苏婆世界 五着二世啊 也没有不招怨难的 这是社会的常情 群在个人学问 虚多包含 遇到事情啊 能自己 责备自己 深一点 重一点 责备别人啊 薄一点 责 怨恨我的人 就少了 另一种解释 讲得也好 但是文理比较转折 自己对修养德性加厚 对他人 责备薄 别人的怨恨较少 这是另外一种解释 这是另外一种解释 讲得也好 这个文理上啊 比较转折 这个就是说 自己对修养德性加厚 自己的德性啊 要加厚 那对他人 责备呢 就 薄一点 这样别人 对 自己的怨恨啊 就比较少了 要想不多事 从第一种说法 比较好 那些如老人讲啊 如果不想多次 麻烦啊 那么我们依从第一种说法就比较好 在社会上 责备自己就是有德 责备别人便是无德 论语 句句都是格言 学会一句 一生受用不尽 无人切一句也做不到 那么的确是这样 论语啊 我们学会了一句 一生就受用不尽了 学会了一句 把这一句 做到 那一生受用就不尽了 那无人啊 我们 却一句也做不到 那讲这个也是 实话 所以我们 这个 跟佛法一样 这个佛法 如果你一首祭 四祭 而且来一首祭 你能够去把他做到了 这如同金刚经讲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泳 如露一如电 硬坐如是观 那这一句做到 那不成佛了 那伦理也是一样 那这里面啊 任何一句啊 能够把它做到 一生就受用不尽 那但是 这个邪路老人讲啊 无人却一句也做不到 那跟我们协佛也是一样啊 佛经里面啊 一句也没做到 那这个 就要努力了 这个 从这个地方啊 这个用功 先协会 协会了 把它落实 在生活上 把它做到 这样我们才要 真实的所有 这一章经文啊 就是凡事啊 我们 责备别人啊 别人纵然有很大的错 责备轻一点 我们责备自己啊 重一点 那么别人啊 对我们的怨恨 就少了 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待人处事之道 的道理 好 我们 这张书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